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做重要指示 要大力发展健康事业 要做身体健康的民族 2019年 国家四部委联合发布政策 支持细胞治疗技术研究 乐成是国内可加速进行细胞治疗技术临床转化与应用的新高地 同年 乐成先行区成为全国唯一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应用的试验点 大大缩短全球创新药械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 此后一年间 乐成已成功引进100例国际创新药械 与100种抗肿瘤新药罕见病药 2020年 企严医疗诺奖工作站建立 诺贝尔生理获医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罗斯曼担任工作站主任 带领团队进行细胞治疗技术临床转化与应用的研究 未来 乐成先行区将不断链接全球领先医疗技术 造福中国民众 大家好 我是王晓宁教授 我从事生物技术和免疫学研究已经40多年了 上世纪90年代初 我就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生物治疗的研究 这两年 我重点转向了老年医学的研究 但关注的还是我的老本行 免疫力的问题 我很高兴参加这次科普公益活动 细胞专家说 今年的疫情让大众对免疫力有了更切身的感受 免疫力的强弱都与新冠的感染不感染 发病不发病 病重不重都密切相关 那么决定我们免疫力强弱的最重要的就是记忆体的免疫细胞 免疫细胞是一类细胞 其中最重要的一群叫NK细胞 或者也叫天然杀伤细胞 它是我们机体防御的第一道防线 除了在抗病毒抗感染中发挥作用的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及时发现和清除体内那些突变的细胞 在阻止肿瘤发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实科学家们在30年前就已经发明了免疫细胞的回溯技术 用于肿瘤的治疗 这项技术就是把正常人或者癌症的患者外周血抽出来 将其中的杀伤细胞在体外活化 扩增用最初死的几千个几万个杀伤细胞 扩展成数十亿个细胞 然后再把它输回去 它们就会像暂时一样在体内寻找和杀面这些肿瘤细胞 从而产生临床效 这一技术在过去十几年有了非常巨大的突破 目前免疫细胞对肿瘤的治疗已经可以达到治愈的效果 这项技术在日本欧洲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已经开展了很多年 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 我国的生物治疗特别是细胞治疗 包括了免疫细胞和干细胞治疗 起步很早发展了也很快 正如我在2018年世界生命科学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说过 我国的细胞治疗 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转换应用上 都是处于世界发展的前沿 近年政策法规的改革 使得这一领域又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细胞治疗也将成为国家持续支持的重点发展领域 也必将在十四五期间 在实现全民健康促进的宏伟目标中发挥巨大作用 庆幸的是我在这一领域也做过许多开头型的工作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我用非常简陋的科研设备 就意外的发现了NK细胞的一个全新现象 它不但能从外部杀伤肿瘤细胞 而且还可以钻到肿瘤的细胞肚子里 从内部杀伤肿瘤细胞 这一开创性的发现 也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并被用以设计更有效的肿瘤免疫治疗的新技术 展示出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那么我相信在政界、学界和产业界同仁的共同利率下 我国的细胞治疗技术一定会引领世界 普惠以广大的民众 这是一座按照GMP标准建设的细胞实验室 包含百极细胞制备室、理化室、动存室等 您现在正处于细胞制备室内 细胞的复苏、制备、培养均在这里完成 细胞培养是一种无菌操作技术 因此对实验室环境有严格的要求 必须保证无微生物污染 且无有害因素影响 并需模拟人体内真实细胞生存环境 以保证细胞的成熟度与高活性 制备间中大于5微米的成立数为0 洁净度达到最高级别A级 为了提升免疫力及加强免疫细胞的活性 很多人选择提取自身健康年轻时的免疫细胞 并将其动存起来 待免疫力下降或有需要时进行细胞复苏 培养增值取样检测至符合标准后 再回输至人体内 培养增值后的免疫细胞活性更高 可大幅增强免疫力并有效预防癌症的发生 对肿瘤育后治疗 防止复发也有显著作用 如今中国细胞治疗技术已处于世界前沿 并在人类健康中取得了累累硕果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是我最近刚出的一本新书 不许生病 著名的书画家黄畅先生 给这个书名做了亲笔的提词 那么各界人士和民众普遍称赞 被译为一本破冰全民健康 不想生病的人必读之书 不许生病听着有些霸气 但反映在确实目前我国全民健康所述的 被冷现状 也就是说民众的医疗的需求和要求 与其自身在疾病防空中的作为是呈现相反的态势 生病是个人的权利 救治却是政府的责任 而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的人的法理 没有被贯彻 结果政府越是想解决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 结果却是病人越来越多 看病越来越难 不许生病 以及对可防可控的病 如果个人不积极应对 是对自己家庭和社会的不负责任 其实生病不生病 权力都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大部分的慢性疾病都是可防可控的 我这本书应该讲是第一次系统的从 进化文化生物经济和医学多个维度 来阐明中国人健康悲论形成的机制 破解的路径和建议 并通过我自己和身边人的经历 给读者以顿悟警示和指引 这本书其实也是我多年参与国家全民健康出境 战略咨询重大也客气研究的成果体现 所以汇聚了广大院士专家同仁们的智慧和基金 也是我自身健康管理实践的一个心得 我相信每个人都能读得懂 不许生病是一个信条 是一种素养 更是一种责任 不许生病的武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我们是健康出境的主人 我们是家庭健康的守门人